在林荆宇和张小凡正是展开了生死剧斗的时候, 他们在还月洞府之前已经打到飞沙走食, 不过这些声音当传过了重山晋岭来到前山的时候, 已经变得很细声, 何况这些时候天上人间,世间万物, 日日哪个在乎他们呢,在天空中还有一场更加巨大的斗法, 只是人群里面,不知为什么, 陆书奇的身形忽然震一震, 面上有一些很怪异的神色一闪而过, 他好像感应到什么样, 很恶然地转转头,望着后山的方向, 这个时候,在半空中, 道元真人紧皱着眉头, 面对着前边那个, 好像在狗幽地府里面露出来, 恶鬼一样的羞神, 不单只是他, 就算是所有的正派中人, 个个都看得目睹口外, 这个在半空中的怪物, 全身都一只脈那么黑, 旁大的身躯上面, 一九九肌肉凸起, 更加不知有多少只粗壮的手臂, 在他身体那里延伸出来, 粗力地看上去, 起码都有成几百只, 再加上, 因为变形而显得更加真灵恐怖的头脑, 这个真是开天匹地以来, 从来都没见过的妖兽啊, 一阵沉默之后, 人群一阵骚动, 既觉得惊心动魄, 同时更加多人觉得, 果然, 你看看, 南疆出来的蛮族, 都是穷空极恶之辈啊, 你看看这个人, 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摸不像摸, 妖不像妖, 哎呀, 这边是天地万物, 随便可以做得出来的, 半空之中, 导原真人深深地吸一口气, 将那把珠仙古剑还在空前, 遥眼的白光, 不停地在珠仙古剑那里发射出来, 不单包住了古剑的本身, 连导原真人, 整只右手都浓沉在白光之中, 在外面看上去, 在万天剑阵的影照之下, 导原真好像神仙一样, 但是不知为什么, 在他先锋道骨的外表之下, 面色已经变得好仓白了, 二五年, 你还不省促手奏琴? 导臣变成那个千手百头的怪物, 显然一点都没有将 导原真人的说话放在心里, 而且自从变形之后, 他的声音也都改了平时平和的语调, 变得非常生眼难听, 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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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引劍血,当同万天劍气一起舞动,诸仙剑阵已经再次发动了 这只怪物的口气虽然狂妄,但对着这个千年难得一见的劍阵也不敢大意 只能得砰砰砰砰砰砰砰 一阵声响,无数的诸仙气剑一起画过天制,带着无比的杀气冲向兽神 而兽神几百只怪手上面,也忽然间凝聚出浓郁的黑气 看上去就好像一团巨大的黑色云团迎空而起 几百只气剑击下来,而兽神那几百只怪手 好像鬼没一样在半空中迅速揮舞 面对着这些几乎无坚不吹的诸仙气剑 那些黑手一点都不怕,眨眼之间 每一波的紫色气剑被他画捉画打,画前画歇 他将所有的气剑都摘下来 在黑气之中,那些紫色的气剑 很快就消失了本身的颜色,即时消散 大家见到这样的结果,很多人都不敢振振振振 千年啊,整千年以来,这个第一个能够面对着诸仙剑阵 而且可以和他耳硬碰硬的人民 不过,这个时候已经没时间 比人家有更多的时间去想这些多余的事 只见好像长江老河波澜空洋一样 天空中,那把巨大的彩色主剑 又不断分离出越来越多的小气剑 更多的气剑,在杜源真人的操控之下 化成无障的剑羽,纷纷落下 每一把气剑都带着诸仙剑的杀气 淋然而威,一波一波 好像雷电一样向兽神直托过去 那个白头千手的怪物 仰天咆哮,巨大的声音在云霄之间激荡 这个时候,他似乎要对抗的天上的神灵 他要和天对抗 好怪异的千手百臂在风云之间不断挥动 黑气翻涌,层层叠叠叠 砰,砰,砰 一波波,千百支千万支的气剑 好像无忧无耻地直打下来 但是,修臣巨大的身躯 也好像恶魔变化一样 根本都不懂得疲倦一样 两个当今在杜化上登峰造极的人民 就在青云山头大家疯狂对撞 一路到第四十九排的气剑打下去的时候 已经是七色剑阵轮流轰炸了七次 半空中的杜源真人 面色越来越苍白 连他握住诸仙古剑的右手 也有一些战斗 而瘦臣的样子更加狼狈 经过这阵狂风暴雨 这么疯狂剑阵的洗礼 本来威风淋淋的白几只怪异的手臂 已经没了一本 而本身很浓郁的黑气 现在也淡了很多 不过当他又接下了一阵的剑阵之后 面上真灵的神色反而更加厉害 他的战意更加高傲 一声声的思考 就像恶鬼一样爆发出来了 人群之中 望着这样的情形 大家都压着无声 面色苍白 刚才那场惊心动魄 登峰躁极的斗法 看到大家都眼花缭乱 人人都心情激动 但是怎么都猜不到的是 诸仙剑阵 居然还是打不赢 这个眼前绝世的妖兽 难道人类的这场豪劫 真的避不过去 收神眼看着 杜元终于停了手 在不停喘气 他不停的阳天大笑 巨大的身躯 忽然不可思议地腾空而起 向着杜元真人直拖过去 所有的正派众人见到这样 都不如都惊叫出声 只有杜元真人 他虽然吃着惊 但是一点都没乱到 深深地吸一口气 脚下的坐骑水其轮 好像有灵性一样 立刻就向后急退 谁知兽神体的身躯那么大 但是速度却快如闪电 一转眼 已经撲到来杜元真人的面前 只见客气聪动 都不知记得一只巨大的手臂 向着杜元直打下去 在这个危急关头 杜元真人的朱仙古剑 忽然向前一鼠 他本来已经很蒼白的面旁上面 突然也都泛起一阵红光 古剑朱仙更加发射出惊人的光芒 将天上那些无千无万的小气劍 全部能吸回来 横在杜元真人面前 造成一道彩色的剑的墙壁 手臣面色大变 但他已经来不及停手了 只能啪啪啪啪啪啪 一阵声响 黑气散乱 那些怪兽 碰到那些黑色气劍 杀时间好 那些怪兽都灰飞烟灭了 眼看着杜元真人 终于转危为安 反而使得兽臣又兽到重重 青云山的无数弟子的心情 都由大惊又变回大喜 大得欢呼脱弱 谁知未等他们的欢呼声叫出口 忽然间 志杰在那里璀璨之际的剑阵之中 被剿灭了无数的黑手 他依然有一只最粗壮的黑色手臂 这只手臂的黑气更加重 硬穿了过去 一掌 啪声 打正在杜元真人的胸口 杜元真人杀时间 好像被雷打中一下伸型剧针 连脚下的水麒麟也一起仰天长笑 一人一袖 很快地向后飞去 飞起成十几丈才停下 而脚下的人都看得很清楚 一路退口的时候 杜元真人那件墨绿色的杜袍 已经粉碎 口里面更加噴出一股股煎熊的鲜血 点点滴滴地洒落在古剑珠仙上面 过了很久在白光闪动之间 那些血才消失 三时之间 所有的人 大家连声都唱不到 周围一片死直 而天上的珠仙剑阵 好像也受到一阵的影响 漫天的气剑 一起摇曳晃动了上来 只不过 不知是否因为杜元受伤的关系 本来是铺天盖力的剑珍 现在覆盖的范围已经缩少了成半 不长的自如感 不长的自如感 不过看起来 兽神虽然打伤了杜元真人 他自己本身也不是那么好过 本来还剩下一半左右的怪兽 在这一瞬间 又被珠仙剑气 消失去一大半 现在看起来 只不过剩下十几只 不过剩下的 都是最为粗壮手臂 跟普通怪兽自然同 而秀神本身 本来是黑气笼罩着整块面 这个时候 块面也有点见白 不过 他就像最凶猛的野兽一样 依然越强越强 一点都没有放弃的意思 杜元真人的嘴角抽搐了一下 他苦笑 但是似乎 只是轻轻地苦笑了声 也都牵动了他的伤势 只叫他全身摇摇晃晃晃晃动了几下 吓到周围的人都一齿惊叫出声 不过 他也都只是紧紧放动了几下 就站穩了自己的身体 但是任何人 这阵子都看得出 他已经很虚弱 收神冷笑 怎样啊 你们这帮无知的人类 就算有这么好的神物帮手 最后都不是一样的收场 你才趁早自杀 杜元真人冷漠地淡高头 他仰望天空 飞行间 小小声地说 清云门热代祖师 祖师禁令 希望祖师庇佑 寒窩伏妖 帝日就算弟子身下万劫不复 也都愿意一力成家 这番说话 他说得很细声 没什么别人可以听得见 但是大家都见到他口里念念有词 面上的神色他就非常沉通 但是他都觉得奇怪 不知道你导元在做什么呢 只不过 这番说话一练完之后 在半空之中 导元忽然间睁大对眼 左手的剑血忽然间一阵闪动 向着空前的珠仙古剑直划过去 只见导元真人的左手 插入了白光之中 再伸出来的时候 已经是鲜血飞灑 但是他面上没有半点痛苦的神色 他左手一路滴着血 在半空中 很快地画出一个怪异的太极图案 这个是用血画成的太极图案 鲜红的血液 在太极图那里迅速地流转 而且越转越光 就好像一块块红色的宝族一样 而这个太极图本身也急速旋转了上来 导元真人的面色越来越昌白 但是他右手那把珠仙古剑 好像受到了什么感应 只见太极图越转越快 慢慢升起 升到来导元真人面前三尺远的地方 导元真人全身的气力 好像也都被这个太极图吸了去 不过 他依然用尽最后的力气 他举起古剑珠仙猛力地向前一尺 一剑穿过了这个血形成的太极图案 天 地 人 就在他学出这三个字的时候 本来万里无云的青云山上 忽然间 响起了一声惊雷 跟着 在苍茫大地之上 巨大的青云山脈 突然间一起 咿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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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出一阵响声 大地战斗 青云山高耸入云的七座山峰 通天 龙首 朝阳 洛霞 峰回 大竹 小竹 七座山峰 在他们穷位 巨大的巨岩之中 隐隐约若 有些金色的光芒透射出来 而且越来越强 越来越光 渐渐 灿烂的金光 好像在山脈 凌峰的深处 投射出来一样 似乎那些山脈 本身就是生命 在金光耀眼之间 巨大的山峰 弄得 缓缓呼吸 瑶异的金色光芒 终于会成了七种不同的巨大的金色图案 慢慢地对着天空上的那把 珠仙古剑 光耀天制 飞煌灿烂 连兽神都不敢觉得非常震惊 珠仙古剑的震动也越来越厉害 被他贯穿那个鲜血凝固而成的太极图 也都转动到 无法使人看得清楚 就在这个时候 渡完真人面上 轻气闪动 他大开声 啵 撒时间 本来庄严灰宏那七个金色的图案 就好像被一把 很巨大的力量扯开一样 全部烧散 而珠仙剑上的光芒 也都越来越强烈 白光耀眼 甚至将渡完真人 整个人的身影都包裹进去 跟着 那些刺烈的光辉 射向了四面八方 不可思议的光芒 笼罩着整个天地 在古老的珠仙剑陣上空 只剩下一把巨大的彩色主剑 这个时候 在古剑上面反射出来的 渡渡巨光 一点一点感 在众人非常震撒的目光之中 流光二彩 渐渐形成一把 单一颜色 闪着似热白光的巨剑 这把巨剑光芒万丈 飞摇世间 杀时之间 无数人震惊之中 忽然醒过 看着天空中 这个不可思议的景象 人人人都疯狂地欢呼地上来 每一个人都在绝望中 突然间看到希望 突然间充满了自信 看来世间 还在邪不声正 他们大家都不管这场斗法 依然没有结果 胜负未分 不过 就在这个大家都疯狂起上来的人群当中 绿书旗面上 却更加闪过一支 非常疑惑的神色 然后 向着后山 还越洞苦的方向 就直飞而去 这阵时 鬼丽和林京宇 这两个好朋友这一战 他们激烈的程度 也都是越来越厉害 甚至比前山好像用右过之而无不及一样 谁都想不到 这两个曾经是亲如兄弟的男子 居然到了今天这样的地步 他们就好像旁风骚雨一样 还越洞苦周围都不止有几多树 被他们连根拔起 几多的石头被他们打到粉碎 如果论道行法力 鬼丽已经融合了佛道摩三家真反 又收集了三卷魔教的经典天书 但论道行 他已经接近了天下的第一流人文 就算是林京宇这样的奇才 给他上来 也都是有所不如的 但是现在 两人带上来 不知道为什么竟然奇古相当 当然 第一 林京宇本身的性格比较激烈 几乎要跟这个百年前传说中的万剑一 一样势不可当 而鬼丽呢 他本身的道行虽然高 而且根基稳固 但是有一个弱点 始终都制约着他 就是当年 他同时修炼清云门道家的太极原青道 和天阴子的大凡波野功的时候 因为彼此抵触 所以开头的时候 进境缓慢 后来 虽然学到天书总纲 能够将这两门功法的融会贯通 所以道行大进 但是本身的基础 就已经换成了魔教经典的天书法术 天书法术虽然非常艰辛而面 不过还有一样坏处 就是这三卷天书 不算很齐 所以每收集到关键的地方 就是一些不是那么连贯的地方 就好像有人 走着一条路的时候 突然间 有些断壁悬崖 就隔在自己身前 走不到 只能够另外再繞一条小路走过 但是 繞小路的时候 有时的路又不通的 再加上 魔教的天书 修炼起上来 就会激发起本身里面 潜藏的泪气 那就使他更加难以抵挡 细血主那些泪气的反食 所以 鬼离你一身的道行 每一次都不能完全发挥 但是 他毕竟是第一个 能够将 佛道摩三家的真法 融会一体的人 再加上天书 艺术 虽然还不齐 不过 这个却开天辟地的奇妙法术 其中的神妙 亦都不是人能够想象得到 所以打了很久之后 鬼离终于还是渐渐渐渐的上风 细血株的红光血气 好像毒蛇吞头一样 渐渐将斩龙调的陆光 越压越低 各位 浴车后事如何 我们明天再讲